看看足坛巨星们的身材,国足技术差,我看更多是身体差,足球是一项需要激烈身体对抗和力量速度的运动,因此对身体要求极高,只有有强健的体魄,才能保证技术动作的完成,所以,国际巨星基本上身体都很出色,这是C罗,C罗的成功,一半来自努力锻炼,巴洛特利一身健字肉非常强硬,巴西人好客, 这身材简直恐怖,平时需要极大强度的训练,才能有着这样的效果,魔兽德罗巴一看很粗暴,超级魁梧的那种,在海边来万多夫斯基大秀性感身材,强壮的肌肉证明了来万肌肉男这一绰号并不是吹的,再看看国足,这身材和普通路人没什么差别,这样的身材怎么完成身体对抗,高林在国家队中身材还算可以的了, 但是还是不够强壮,有人说是因为亚洲黄种人的基因,不如黑人和白人强壮,但是朝鲜的足球运动员引致难,这身材的力量绝对不差,身体不愿意练,既战术也不练,怎么可能成功? 感谢观看